C2018亚加达亚运会男足小组赛,C组第二轮一场焦点比赛中,中国国足U23队的小伙子们好真实样的,3比0完胜薛利亚U23队,并以二战连胜进球球的成绩提前紧急。 而比赛过程中张玉宁上演人球分过加30米,调射铺门的精彩表现,国足U23超级前锋诞生,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,已经打入一球的文士豪,在后场带球狂奔发动反击,并横传给中路接应的张玉宁,扣着接球后巧妙的过掉对方防守球员,然后出其不意地上演30米远发气调射,张玉宁这球真漂亮, 对方们降边场莫急,目送城池再次失守。 进球后的张玉宁开心庆祝,这位国足希望之心真是好样的。 在首轮小组在6-0大圣东帝问候,中国国足打破了亚运会连续12年首战补舍的尴尬魔咒,而张玉宁开场4分钟就霸气破门,再后她特意在社交平台上,感谢父亲这些年来,对自己刘洋的权力支持。 同时也指出自己同样也付出很多,要更好的证明自己,很早就去欧洲闯当的张玉宁。 在海外坐穿板凳后,依旧对足球梦想保持强烈的欲望,在忍耐与煎熬中继续努力等待,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。 中国国足主场对成年队的叙利亚的比赛中,在国足1-0落后时,央视镜头找到被替换到替补习商的张玉宁,他看到自己的国家队在场上落后但自己却无能为力而伤心哭泣,成为中国足球冲击俄罗斯世界杯,失败过程中的一个难忘的悲情画面。 这次,亚运会国足再次与叙利亚狭路相逢,张玉宁就是要为吴磊、浩志敏等大哥去报一件之仇。 在本场国足U23队与U23叙利亚比赛前,张玉宁随对去游泳恢复体能,脱表球机的他面对央视镜头,使表态去做白斩机,他表示,别把我拍成白斩机,我是黑切鸭,一届俄罗斯世界杯,王永破和斯伊罗的肌肉对比 使得白斩机这个吃乳的帽子被无情地扣在中国国奖的头上,往事不堪回首,但在甲家达亚运会上,以U23国足阵容参赛的小将们,连续两场比赛取得9个进球的胜利,而两场比赛张玉宁都完成了破门,他也的确用成绩向球迷证明了自己并非白斩机,算得上是条好汉。